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说我妈觉得我调皮 她说那你就去呗 她说反正也不要钱你就去 兴趣班以为就是个 对 她以为是兴趣班 反正你就去 你这么调皮 你就去锻炼锻炼 然后她说我这说行 我就去 然后后来慢慢训练了就 但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同期的伙伴在一点点退出 但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是感觉不到的 我没有那个概念 到最后有一个暑假 然后就宣布说我们三个人要出道了 但我说出道是怎么 出道就出呗 我说出 出道啊 出道就出道呗 当时我就觉得无所谓 然后觉得也没有什么 往远每天坐着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公司训练 一练就是一天 有时候周末都不能休息 一开始只是练练声乐 后来还要学跳舞 而王源又是班里面手脚柔软度最差的 常常被压腿压得痛哭 声乐课 舞蹈课 形体课 吉他键盘架子鼓 每天被秘密妈妈的课程排满了 妈妈李永芳很是心疼 她也知道儿子始终是要离开父母的 没想到这个时间提早了十年 你比一般的小孩 然后出门在外 大概提前了十年的时间 它缺少了至少十年跟你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嗯 应该差不多吧 那你没有想着说让妈妈陪在自己身边吗 工作什么的 一直都陪着自己 嗯 其实我现在倒觉得挺好的 就是 嗯 因为我们爸妈前年 我爸妈是 她们工作是普通的工人 其实也很辛苦 然后现在我也可以赚钱了 她们在家里面 爸妈妈在家里面 其实悠闲子的 过过那种普通的日子也挺好的 就是不想让她们那么累 然后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 所以说 嗯 也不希望她们跟着 嗯 真的吗 ız得羊